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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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 第一點 有 真的有在那裡 有啦 你看 又一隻出來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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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怎樣 這裡 在這裡面 不是啊 它是在石頭縫裡面 對… 下哪裡…我看一下 太神了吧 超厲害耶 我以為你看進去就是一堆土啊 什麼 乱七八糟 結果沒有耶 它是擺得很整齊 很像 很像你家裡那種風箱 你知道嗎 它現在要準備柚子 你們是這樣子 太神奇了 有一個有膩的 很甜 它有一個女人身上的香味 很甜 很甜 這個呢 風油嗎 好吃嗎 但是也太濃了吧 好 有收看台灣第一等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我喜歡藉由訓養任何的動物 來了解他們在大戰環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今天我們來南投就要找一位朋友 而他的哥哥有一個特別的興趣 聽說他喜歡訓養野蜂 野蜂跟我們常見的義大利蜂有什麼不同 這一次我們就來去一探究竟 蜜蜂對大自然來說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一般大部分的養蜂人都會選擇義大利蜂 除了好管理之外也容易採集單一蜜蜂 但野蜂卻很不同 而且聽說野蜂巢都藏在山林間的野蜜之處 相當難尋 所以呢 我得先去找民間高手來幫忙了 台灣第一等 台灣的人也是第一等的 高手在民間 記不記得我們曾經有一次去採訪過江黃 他不只會江黃 他也會抓野蜂 我們現在就來去找他 Let's go 走… 大哥 嗨 走 我又來… 我聽說你有在養野蜂喔 對啊 你還有什麼不會養的 因為你正攻在後裏 他養來的目的是做什麼 這是取他的蜂蜜啊 你沒吃過野蜂喔 我沒有吃過野蜂的蜜 野蜂蜜 就野蜂蜜 比如現在有什麼百花蜜 龍眼蜜 對 然後還有野蜂蜜 想吃的那走… 走… 我們來去… 要準備準備裝備 裝備 大哥 這馬路邊耶 沒有 因為剛剛我們發現這裡有風 這裡有風 對 哪裡 那叫白花那邊 那是蜻蜓吧 野蜂 所以你現在來找 你就這樣找他 然後把他抓回家 跟蹤他 對 跟蹤他回家 你們比人家抓狗得還厲害耶 差不多啦 跟蹤蜂 差不多啦 這麼小耶 你要跟著他 對啊 然後去找到他的家 對啊 然後我爸爸就會 望遠鏡看他 飛到那邊 是喔 對 是這樣嗎 有啊 因為那個風 他都有他的航線 像飛機 他有固定的嗎 我知道我們之前 之前曾經看過人家採蜜的 就是他固定就是那個線路這樣 他就是每一支風 好像有他自己的飛行方式 然後會進到那個 他的蜂巢裡面 台灣的野風 怎麼這麼難搞 難怪義大利進來了 但是我們鎖定的 要找的是那個 比較細細小小的那個 中國風 它叫中國風 對 是喔 我們先找看他的位置在哪裡 好啊 應該 我說真的 你這樣看 不難發現 樹上這麼多風 你有辦法 你光在這顆看就好了 盯住你想要的那一支 我跟你講你都做不到 我爸爸看到了 在哪裡 我爸爸坐在路的地上 我怎麼覺得好像 又到了尋寶的感覺啊 而且這邊車來車往的耶 這邊就直接有 蜂巢 在那裡耶 哪裡 今天又一隻又一隻飛出來了 等一下 我怎麼被你們講的 各位 年紀都騷賞我許多 為什麼搞得 我的眼睛比較爛啊 這地方 小哥 你看 等一下要東西跑出來 它會有一隻一隻飛出來 一隻一隻飛下去喔 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 你有看到嗎 對啊 哪裡啊 你跟我講的是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 好幾隻喔 有 有 有 我看到了 我手有看到嗎 等一下 你來 你來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那不是蒼蠅 你看 這果然不是我的問題 真的 連攝影師視力這麼好的 你都沒看到對不對 有 在那裡 真的 這個怎麼踩啊 拿樓梯下去喔 對啊 很小心喔 我們拿樓梯下去 好 好 你要拉這繩子喔 拉這繩子喔 對 然後踩到皮膚在那裡 像啊 一般風 台灣風 東野風 都要這樣子 他們都在 因為它不是固定 像風箱區 沒有 風箱就可以走在 下頻率 那個在野外 就躺在石壁山 在旋萊 差不多 你怎麼講得 好像跟彩燕窩差不多 對啊 所以這很珍貴 真的喔 對 來看看 來看看 好 走 在哪裡 這裡 找到了 這麼小的洞耶 對啊 不是啊 他們現在通通在這裡面 他們在裡面的哪裡 在洞的後面啊 你看 有一隻 真的好多喔 而且我發現 這個你們怎麼踩 這個沒辦法 所以這是蜜蜂找到 他這次找到最安全的地方 對 絕對不會被 被捕蜂人抓到 對 他們現在全部在外面 好多喔 但他們不會盯人是不是 不會 你沒有動它 它不會盯人 它長得真的 跟我們看到那個 義大利蜂不一樣 很像那種 就是你看那種維尼小熊 後面有沒有 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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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一樣 完全不同的東西 蒼蠅差不多來 對 對 你看起來其實 它比較像蒼蠅 但其實它是蜜蜂 所以是要這樣子 然後就 那像這樣子 我們找到這個不行的怎麼辦 就再找別人 對 那他們的涵蓋範圍會有多廣 比如說 你看到它的蜂巢在這邊 它基本上 它會去哪邊採蜜 大概可以直線 六七公里 直線最少有六七公里 直線最少有六七公里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離開 這個直徑範圍才對吧 要不然你在這六七公里裡面 你找到 去... 你又看到 回來這裡 我們怎麼還在這裡 我們又回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去找你 好 真的好酷喔 這裡怎麼感覺上比較像 比較像彩蜂的地方了 因為早前我們曾經有看過 在那裡 哪裡 那裡 那是不是虎頭蜂 蛤 虎頭蜂 那是虎頭蜂 對啊 我還以為... 我以為被我看... 在哪裡 我剛剛有沒有看到 現在會看到黑影 你就會覺得好像似的 就旁邊... 對啊 這要怎麼找啊 等我爸爸他們看看 等等... 爸他們好像看到有人 哪裡... 有 真的有在那裡... 你看見了沒... 你有沒有看 在那個藤子草蜂 哪裡啦 你有沒有... 真的... 也不會到不相信啦 但是就是會去很Push他的去 趕快讓我知道 這個蜂巢在哪裡 跟你怎麼樣 叫... 訓蜂 訓蜜蜂 對 因為他跟我訓狗 訓馬 訓鷹是不一樣 是絕對不同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 要不是因為前面有看到 跟我們之前有合作過 交到這樣的朋友 我看看... 要不然我覺得 你們是在騙我 有啦 有啦 那有一條線 你們要看亮亮的 你注意看 你看啊 又...又一隻飛機 你看... 看見沒... 又兩隻出來 看見沒 有啦 你看又一隻出來了 有啦 真的啦 好像是啦 好氣喔 你知道有一種就是 為什麼你們看得到 我就什麼都沒看到 確定 真的 不該是 好 假讀這個 好難喔 採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耶 而且採野風沒有那麼簡單耶 我覺得採野風要...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視力 跟環境的觀察耶 雖然我一直沒看到野風 但看著他們父子三人 確信早早的掛波姐 我也只好帶著 半信半疑的想法 跟在張爸爸後頭 一路走下邊坡 沿著溪水上樹 穿過一人高的芒草群 張爸爸突然讓我們先停下 他先到前方 確認蜂巢的位置 真的找到了嗎 在哪邊 好像在五公尺 大概在五公尺 大概五公尺 就那裡最好 是前方那個山 找到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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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哇 哇 在哪裡 在哪裡 找到了嗎 找到了 找到了 小心小心 你看 蓋你吧 小心小心 在哪裡 在... 在這裡面 不是啊 它是在石頭縫裡面是嗎 對... 石頭縫裡面 你要怎麼把它取出來 把它挖開來 挖開來然後取出來 但是你這樣挖 蜜蜂附近會不會 石頭縫裡面會不會有蛇之類的 蜜蜂住的地方不會有 那是我的家啊 那你不可以來侵入我啊 所以現在要進去挖 對... 那它等一下會出來盯人是不是 不怎麼會啦 不...不大會啦 我...我還是帶著好了 我真的覺得你們... 不用怕啦 沒關係... 我還可以打直播咧 真的嗎 不要...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Oh my God 來 二團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工啊 嘿 好 小心小心 這姑婆玉不要被她的姿意弄到喔 來到這邊我真的幫不上忙耶 我這樣什麼忙也幫不上 哇 你看 這裡 有沒有看到 怎樣 這裡這裡這裡 好 坦開來 等一下...它這裡 大顆子 好 好 好 有一個有蜜的 有這樣子 它有一個女人身上的香味 對... 不要客氣 這個耶 光有嗎 好吃嗎 但是也太濃了 冷冷的味道 台灣第一店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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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專要拉掉 啊... 啊... 專把它拉掉 啊... 不是我砍了它叮我幹嘛啊 喔... 啊... 啊... 不破一... 欸... 現成了 不會... 不是你這樣嗎 確定啊 對... 你確定耶 不會... 等一下...沒有看到那個啊 喔再來幫我抹一下... 叮一下...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嗯... 釘的地方啊 我在... 不是那裡啊 那裡啊 那裡啊 我... 哇...你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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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說不用帶 不行... 請問不要相信... 我後面我砍草它會叮的 對啊... 那你砍它叮我幹嘛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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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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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袖子這樣怎麼辦 它會不會叮我啊 不會... 你不要站在我旁邊... 好... 好... 你去... 我砍草... 你不要來就好了 蛤... 他直接給我從頭上叮一包耶 你要叮... 是喔 這會怎樣嗎 還好吧 喔... 你怕風叮嗎 我是不怕啦 但是... 會不會...我等一下就暈倒了 那... 你有錢還要叮過嗎 沒有 你有錢還要叮過嗎 沒有 這是頭香嗎 來... 中國風不一樣 你都不用帶裝備喔 你都不用帶裝備喔 你... 你這樣會不會太危險啊 不會啦 我用的小孩子 應該先結婚 對啊 但是小心了耶 他們實在太猛了 太猛了 所以如果我會怕人的話 喔... 我看到蜂窩了啦 等一下... 借我看一下... 他的背釘還是很想看 這是哪... 這是什麼啊 下哪裡...我看一下 我看... 太神了吧 太... 超厲害耶 他在裡面就這樣一片一片一片耶 而且人家不其人的地方 我以為你看進去就是一堆土啊什麼 亂七八糟的 結果沒有耶 他是擺得很整齊 很像家裡那種風箱你知道嗎 他也是這樣子耶 好強喔 我跟你講這個你們沒有在現場看到啊 你不會知道說他到底有多麼的神奇 他就像是一個寶物一樣藏在山裡面 你必須去找 你才找得到耶 隱蔽得非常好 好恐怖喔 欸...他們真的都不怕 他們真的都...都沒有問題 然後... 他就直接會去這樣 很安全的把它踩出來 但是我... 我相信如果自己去啊 你如果要像這樣 我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你就會變這樣 來了...來得出來了 喔... 好漂亮喔 對... 你不怕喔 沒有進攻到他就不怕 然後你... 然後你... 你帶手套那個地方架 就有這個地方 就讓它拱一拱 就讓它拱一拱 大哥 像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養蜂的人 現在都是用叫義大利風 對 為什麼像台灣現在就有這樣的風啊 野風 為什麼不就是用野風就好了 為什麼才叫義大利 對...這兩種風的差別是... 義大利風它比較... 嗯... 好訓養 好訓養 啊...我們這種 女王風說實話 像我們會帶不去 自己的風向 不會一樣 但是它不見得就會 會帶在哪裡 喔... 那義大利風它就是 你把它擺在哪邊 它就在哪裡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取的這個風 然後把它的女王風 帶走 它散發出來的那個氣味 會引其他的 它的風 風 同一窩的風 它會去找到那個地方 對 但是也有可能 我們在家裡風向訓養了以後 他們卻不想 他還是一次宣布飛河 對 他不喜歡那地方 所以你又要再去採別窩 對 所以它的不可風性比較高 比較高 難怪你說叫訓風 就是要把它訓養在我們 其實就是也是要了解它 逆風永遠是跟著女王風走 女王風裡面它也有攻擊風 有風風 有採蜜的風 那時候要懂得 他們在蜜蜂裡面 他們這個群體在做什麼 其實你就有辦法去 更深入的去了解 甚至採到他們的蜜蜂 雖是這樣說 但還是要提醒 張大哥是從小被 嚴峰盯了五數次 才得到的寶貴經驗和專業技術 所以我想我還是乖乖的 繼續在旁邊當劍襲生吧 張先生要把那個蜂草剝掉 為什麼 他現在要準備誘捕女王風 誘捕 那女王風不是就會在裡面嗎 沒有 其實沒有 他你如果沒有誘捕 弄一個地方的話 他待會兒飛出來 他不一定會休息在哪裡 那可能會在很高的樹上那裡 就很麻煩 所以他現在 在第一的地方 就弄一個誘捕牠 牠就會直接靠近那裡 難怪你再用斗粒耶 對啊 牠就會直接到斗粒那邊 我們就不一定號召牠了 這個真的是要懂 好像我們不懂 我就以為在裡面 我直接就把蜜蜂 一直找你 但你找不到 大哥你現在幹嘛 把蜜蜂叫出來 蜜蜂叫出來 什麼叫 就把它燻出來 把蜜蜂燻出來 把蜜蜂燻出來 然後找女王風 現在就是用香菸跟煙 把蜜蜂燻出來 我們要找女王蜂 因為那個蜂它怕煙 所以我們都會用香菸 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你看牠已經 現在開始出來了 原來是這樣子 太神奇了 那待會兒會有很多 那你可能就先 找這個距離一點 你說的很多是怎樣 它會整個自己全部都是 對會整個空間都是 那我跟你講 我這種不專業人士 跟我這種弱雞 好不好 我很難形容自己是弱雞 因為聽太痛 太痛 我跟你說 休息一下 我去上面保護 那個攝影大哥湯 好 OK 超痛的 那我們搞定女王方再跟你說 好 我先上去 正所謂 勤賊先勤王 大哥用煙吹進洞裡 使得整窩蜜蜂都啟頭而出 而這個時候更需要眼力和專注力 才有辦法在密密麻麻的風情中 找到最重要的影秀 這裡 有沒有 這一隻特別大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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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拍到 這一隻 這一隻特別大 有沒有 有 有到了 有到了 你們現在坐在哪裡 所以你們要上來了嗎 他們都不怕 你問他要不要上來 他要這樣 什麼 你有帶那邊密密麻麻的飛嗎 對 都看得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整個這樣 他們被密封包圍了 但還好是中國風 比較沒有 雖然說攻擊性沒那麼強 但被釘了還是很痛 到現在還在痛 看大哥這樣赤手空拳 在一旁隔岸關火的我 時時都為他們捏把冷汗 把女王風固定之後 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 等風群全部聚集在斗立下 才能進行下一步了 這次進步 我們在第一次進步 還想這次進步 就是到時候 還想這次進步 人數字是百分之一 作詞車 合作詞車 好 試退 有 來了 在哪裡 出現了 在這裡 全在裡面耶 這外面的怎麼辦 不會叮人喔 不會 女王蜂在...收起來了 在這裡面 女王蜂在裡面 你不是用那個鐵網裝起來嗎 對啊 裝起來 要放在裡面 它才會靠近啊 這是女王蜂 看不到... 它有拍到 等一下你看它的影片就... 看不到 好 請說小弟 妳看 太強了那些人 我以為抓虎頭蜂已經很猛了 沒想到這種沒什麼... 沒什麼攻擊性的中國蜂 也是滿賤的 我跟你講 那是因為你們沒有被叮到 你們被叮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會這樣子了 好不好 棒喔 它上面還有風耶 對 它這樣不會出來叮我嗎 不會 你把它弄掉就可以吃了 蛤 那個八塊啊 你來 你來弄 你來弄 對它講的都好簡單 它剛剛也告訴我說 不會 這不會叮人 我就... 就被叮一個 這樣子啊 你看 這真的又沒有什麼蜜啦 找一個有蜜的 比較濃郁的一點 沒有耶 會桿桿 你有沒有吃一點桿桿 吃看看好不好喝 好吃啊 咬下去 好漂亮喔 而且你看我的手上這都蜜耶 而且這蜜又純淨 對啊 它不純蜜啊 很甜 好吃嗎 飯喔 它有一點 好難形容喔 它蓋一點點酸 酸甜 然後 很奇妙的是 它有一個女人身上的香味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沒有 但是我發現 你那個石頭也是這樣子 把它蓋住 然後讓它覺得 好像它就是在野外翹 沒有 好像有更新鮮的 那邊 沒有 我 是把我打倒下去的 我剛剛架了一個城門耶 好美喔 台灣第一點 花粉味 我沒有騙你 真的 粉味嗎 粉味的 還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人家 你走去那個 那個百貨公司裡面 專櫃 化妝品專櫃那個 化妝品專櫃的味道 對... 因為有的純蜜 它就是用這種辣去做 好好吃喔 好好吃耶 有花粉的味道耶 這個高蛋白你看有沒有 這個高蛋白 就不會這麼多 這裡面有一隻蜜蜂 你可以把它弄掉嗎 可以... 這個很浮喔 這個耶 蜂蜂蜂蜂蜂蜂蜂 蜂蜂蜂蜂 你看來就很喜歡吃這種東西 這個高蛋白啊 他在旁邊看著 我才這樣 對 流口水了 這個好吃喔 吃一個 確定可以吃不會怎麼樣嗎 不會怎麼樣 它就太吃了 好像不一樣 它跟 不會那麼甜 跟虎頭蜂蜂完全不同 不同 但是也太濃 好淡 高蛋白 我們弄一個裸舌一下 沒想到野蜂蜜的味道 真的很不一樣 但高蛋白的新鮮蜂油 有機會你們試試就知道了 張大哥說現在要把蜂油 帶往他們的新家囉 這邊是我們家的橄欖園 我發現你們家橄欖園 一般人來看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都沒有整理 為什麼這樣子亂糟糟 我跟你講其實不是 它這裡就是有機農 反正沒有藥 你要養蜜蜂的地方 它就是不能撒藥不能噴藥 因為你噴藥就全倒 對不對 你植物好看了 蜜蜂就沒有了 所以蜜蜂採了那個有毒的話 它也會有 對 而且你吃到 吃到的蜂蜜 毒蜜耶 毒蜜耶 不行啦 所以現在要把它放進去喔 對 就把它放到箱子裡 你剛剛說 放比抓還兇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離開蜂王 隔離開有點時間 走 來 好 走 現在要把這個放到裡面去 對啊 你走前面 太危險了吧 你現在在做那個板子 讓它可以有蜂巢是不是 對 那它你這樣放的時候 它怎麼會知道要結在那個 你這樣放空的 它怎麼會知道要把蜂巢結成這樣一片 會啊 有的它會做紅的 有的會做紫的 有的會做紫的 所以它就是很自然的會去這樣把它結下來 對 它很自然就會按著那個 喔 所以 喔喔喔喔喔喔 懂了 懂了 所以這個蜂巢現在是空的 對 這是什麼 等一下蜂王要掉這裡 蜂王要丟這裡 然後呢 掉在這裡它才會涼涼的 它這裡要 按著它才會在這裡結成一塊 在這裡結成一塊 在下面 還是它的下面結成一塊 蜂蜂 你放什麼 現在放出來我比較兇 多兇 多兇 大哥 我跟妳講 請受小弟一拜 不會騙妳 我知道了 我要來這裡等妳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我這裡看就好 你怎麼看就好 它只有手就這樣進去 他們好猛 它直接手就進去 你知道裡面是萬根針這樣 它直接 沒有聲 你是這樣抓喔 對啊 你們好輕鬆喔 講得好像一派輕鬆一樣 但知不知道那個很痛 來 這一隻就是蜂王 它們不會過來吧 不會 我還沒有開放出來 不會 我還沒有放出來 哇賽 這是女王蜂喔 這隻小蜂 有沒有 對 它那麼多 然後你等一下 把這個蜂王先放進去 對 然後再把那個網子打開 他們就自己去了 讓你們趕快 大哥你知不知道 你看到蜜蜂的眼神嗎 欸 有一種散發出一種雀躍 好像小朋友看到最喜歡的玩具 我想 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他的眼神 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抓蜜蜂 而且你還不是有些人抓蜜蜂 是哇 我把蜜蜂弄死 或者沒有 我不要弄死 他就是養他 因為你愛蜜蜂對不對 對 為什麼蜜蜂讓你這麼愛 不曉得 就是愛 我就喜歡他 我覺得並不是覺得說 能夠採到野蜂蜜的人 有多厲害 就是 我覺得他對他生命中 跟對他的一個興趣的堅持 是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所以他對於他的蜜蜂的堅持 他從國小就開始了 他對於蜜蜂的熱愛 這個是我佩服的 真的是一人一種 對不對 沒有 你把他弄死 我會覺得很浪 很生氣 有人訓陰 有人訓狗 訓馬 現在你看有人訓蜂 連蜜蜂都可以訓 這個實在台灣真的是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先把牠纏在這裡 牠釣著 你只要釣著 你沒有人要放牠出來喔 沒有 要先讓蜂蜜 到箱子裡再把它放出來 喔 不然你現在放出來 就飛走了 就滿天飛 這是經驗啦 你很厲害 我說真的 他應該不會過來攻擊我們吧 不會 應該是還好吧 目前還不錯 一個斗粒裡面 都是蜜蜂 然後他飛一飛就會往他一個箱子寄起 你聽那個聲音 有聽到 有大聲 有還好 那你說等一下就滿天飛了 你這不會被釘喔 不會啦 牠真的是愛耶 我發現牠真的是愛 愛蜜蜜蜜 牠還釘我 對齁 對啊 你要幫牠蓋齁 大哥我們現在可以靠近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齁 現在我動牠不會怎樣 牠已經找到蜂蜂了 大哥我發現 在養蜂的一箱一箱 那個都是對不對 你還蠻模擬牠們原來 我們在野外看到的樣子 有 等一下我帶你去看 你看你那個石頭 也是這樣子把它蓋著 然後讓牠覺得 好像牠就是在野外撬邊 沒有 我有更新鮮的 上面這個要怎麼打 爬上去 爬上去 你真的假的 真的爬的 你生氣啦 我們都要爬上去 我們都要爬 我們都要爬 你看咬一點點 你咬太多了啦 台灣第一點 我有更新鮮的 從牆壁滑洞 我帶你去看 走走走 你帶我去看 這邊讓牠們在這裡 義大利蜂因為討訓養 所以住得慣蜂香 但像蒼蠅蜂就不然 得找個樹洞模擬生態 給牠們居住 該不會張大哥的野蜂 真的住在石壁中 那種石頭打洞下去的 翹壁你看 日光在飛啊 牠真的模擬了那個耶 真的在野外的感覺 天然 你真的把它模擬出來 是那個野外 石頭打洞啊 這裡面有嗎 有啊 有啊 有一隻進去 你知道為什麼要駕鐵絲網嗎 為什麼 那個地龍蜂 天底會咬牠 我會保護牠 你幫牠架了一個城門 這個就是地龍蜂進不去 咬不到牠 什麼叫地龍蜂 這是很大隻的 像我殺的那個有土蜂 土蜂喔 土蜂喔 對 你們這裡有土蜂 有啊 我有抓 你敢不敢喝酒 不要 我送你一瓶 不要 不要 對不對 很愛蜂耶 而且你就很愛這個就是 野蜂耶 真的有 在這裡面的蜜你也會取嗎 有啊 也會取 五月 幾個月 五月份取 最多的時候嘛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在吃那個蜂蜜的時候啊 跟義大利蜂的那個蜜 吃起來不太一樣 義大利蜂吃的那個蜜的感覺很直接 就是它就是比如說 百花它就是百花 龍眼蜜它就是龍眼蜜 對 像這種野蜂採完的蜜 我剛剛吃的那個感覺是 它很妙喔 它是進到嘴巴裡面它會先散開 還沒有那麼的濃郁 突然間它會有點甜 越來越甜 酸 酸香 然後 怎麼有 有開始有花粉的味道 有香水的味道 對 然後整個又 回頭有百貨公司那個 那個 化妝品專櫃的味道 然後你會開始嚼到花粉 對 嚼到花粉 對不對 所以它 滿妙的 很奇妙 很奇妙 生物們都有生活慣性 若是逆天而行 它們也會叛逃的喔 愛瘋如吃的張大哥 董鋒也照顧鋒 原始生態屋就是最好的證明 也幫忙有機橄欖樹授粉 才能結果累累啊 大哥 你現在要幹嘛 烏黃吃的 然後呢 然後就 你要拿竹竿打橄欖 我拿竹竿打橄欖 對啊 我沒有打過橄欖 橄欖在哪裡 在這裡啊 然後我用網子把它切住啊 你要拿去做什麼 做蜜餞 你有吃過橄欖蜜餞嗎 應該有吧 就是那一顆 然後外面有一點 黃黃鹹鹹的那個 好 那你下來 你看到這一顆一顆 我看到了 這裡啊 對啊 直接敲了喔 對 橄欖如雨下 小豆女好適合喔 是不是 來 抓 抓 真的喔 來 來 來 這個是什麼 橄欖喔 對啊 橄欖 就是這樣 你自己做喔 不是我做 是我們 誰做 在外面一個餐廳的老闆娘 她很會做 我待會兒帶你去找她 好啊 這個 好香喔 但是你先 它怎麼有一個芒果香味啊 對 它有一個香味 每年入秋是國性橄欖的收成劑 這叫尖仁橄欖 因為油脂含量只有2到3% 因此都會將它作為蜜餞 而且鈣含量是相較的20倍 也有人說它是Vegan的牛奶 但正常橄欖數都十分高大 我很好奇是要怎麼踩呢 上面這個要怎麼踩 爬上去 爬上去啊 你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 你現在要爬喔 真的啦 你不要摔倒喔 你還以為我騙你 你看你哥在爬樹 是一副輕輕鬆鬆的 對啊 你不覺得它很像一個東西嗎 Hold自己 台灣迷魂 你生氣啦 所以就跟你說要爬的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啊 我們都要爬上去 你們都要爬喔 我的天啊 對啦 你要把它搖下來喔 就竹竿打 竹竿打下來 對啊 這個時候就要 兩個人遞竹竿 三人組 要怎麼把牌子擺進了 大哥 好 等一下 你給我啦 我給你 你再遞上去 拿下手 我敲庫竿好的 好 你敲 沒有 有 我現在要搶得住 好了 天啊 好多喔 所以現在你是直接 直接這樣搖 直接就搖了 真的喔 15顆 你怎麼咬不動啊 你用側邊的牙齒 一直冒口水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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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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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你看咬一點點 你咬太多了 對 對 對 這個煮橄欖雞湯很好喝 感覺 橄欖 橄欖雞 好 15顆 走 我們來去做蜜餡 這不行 很小 在這片與自然共存的農田裡 產能或許已經不是張家父子三人追求的 而是一種與生態平衡共融的更高層次吧 我相信不管是植物或是生物 只要受到好的對待 他們也會回饋更好的東西來報答 現在就跟著大哥下山 拿著橄欖做蜜餡囉 大姐 妳是專門在煙橄欖的喔 專門也沒有專門啊 高層就煙了 是很多橄欖對不對 我看他們那種很多 以前那麼多 現在還沒有 為什麼 現在比較沒人在燒了 現在還很危險 很高 幾個重點 很高 他們還要爬起來 怕死 很危險 所以沒有人燒就 沒有人在辦 他以前做蜜餡有消馬來西亞 香港不管 但是這幾年 又加上疫情出口就比較少 他一般不一樣 一般沒人會 為什麼沒有人 所以說橄欖油 橄欖油這個不是這種的 這個炸不出油 這個炸不出油 不同品種 你現在加鹽要做什麼 要殺心 殺心 下去洗 這也是要做蜜 只有蜜餡 蜜餡很好 可以… 這很厲害 切一切 妳可以嗎 不好意思 好 切一切 切一切 像以前的真的 就沒有機器的時候 在古早時代就是這樣做的 對啊 妳如果再吃我做妳就知道 對 妳有最好的嗎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想像人家外面有加甘草粉那種 對 比較硬 這沒有 這妳來做 我來做 我今年做四五百間 人家都煮過去 要愛叫我做 我就做 這個比較乾 不要把乾淨 是吧 台灣第一點 妳做的 比較吃得到 橄欖的味道 對 一吃一想吃 這個嗎 真的耶 所以它有一個 我這個要比較乾一點 不要那麼乾 又更好吃 它真的有一個 我覺得你們好厲害喔 不配你們 你們種的 你們採的那個 有特別的味道 橄欖蜜餡 也有另外的味道 對 因為這個 好香喔 它這個有一個 糖蜜糖地瓜的味道 好吃喔 老師 這也是沙欖的部分 對 沙欖 好 等一下 沙欖好 沙欖到底是哪一個意思 就是把它青去掉 青澀的去掉 色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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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個 你看 你看 動一動它那個 另外的顏色 綠色的就跑出來 手工蜜餞 還真不簡單 你要先山上 上去先採 採完了下來 然後還要在這邊沙欖 煮完了 還要再去泡 算泡嗎 泡好 我是這樣 只要泡一天 一、兩天 我就再給它煮一滾 泡一泡再滾一滾 泡一泡再滾一滾 對 這樣 反覆做這樣的動作 對 然後一個禮拜 吃個午餐 再放肚子 再把它泡一泡 泡一泡 再泡一泡 再泡一泡 有味道很香 橄欖味 這個時候就是橄欖味 對 它是橄欖雞 就這樣這樣 一樣像沙欖 橄欖雞肉 橄欖雞 我橄欖就是這樣 這樣 我先拿橄欖 我勾給橄欖你吃 對啊 好 這樣又要到橄欖耶 對啊 因為它這沒有那麼紅 所以用這下來仔細 有錯 好 橄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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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橄欖幫它去煮 這個做好的那個湯 就拿來泡茶 有浪味 真的喔 對 好喝 也可以放多一點點鹽巴 更好喝 還不是梅仔的味道 它不是梅子茶的味道 它又 它有橄欖的香氣 然後又甜甜的 對 你可以再換一點點鹽巴 味道又更濃 好喝 好喝 就是做這個醬 對 湯才泡進去 滾水沖就好了 橄欖可以做這麼多 橄欖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然後五茶 這個是橄欖雞 我們剛剛講的橄欖雞 還有一個橄欖酒 大姐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提供的這個 謝謝 隨便一講 你不是煮的 隨便一講就可以有的 來 詹大哥 謝謝 太棒了 謝謝我們看這個 黃橙橙的很棒 我們這邊的雞肉很好吃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們要放雙雞 放雙雞 我們這雞肉也不錯 真的嗎 所以我們這邊 不要吃過 不然他們的雞肉很好 比較好吃 真的嗎 兩比較久 兩比較久 對 比較久 所以這本身分就比較高 你看這個 我喝一口看看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 看得不起來 你沒吃過 喝溫 放一點酒下去比較香 真的 你有放嗎 我有放一點沒有很多 清香耶 不錯啦 我喝這個湯 應該可以啦 我還沒喝 這雞肉 這雞肉也會變酸 對 因為好像在那裡會翻酸 也不會喝 也不會就這樣 酸酸的 你會有一個酸酸酸酸酸的味 對 它的酸酸味會變成 反而變成一個 很特別的香氣 很好吃耶 煮燥四十分鐘吧 還有的啊 爆燥喔 這雞肉真的是 真的剛放山雞耶 放山雞耶 我們這雞肉好吃 但我們這邊吃東西 比較安全啦 沒有不會添加什麼東西 那麼多啊 對 吃食材原來的東西 要吃比較久的 吃得比較好 你看台灣也就這麼大 隨時隨地都可以玩到 就出去走一走 你會發現很不一樣啊 It's good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